2011年春夏之交 江西九江的公安民警远赴杭州 抓捕了一位出家人 这位出家人的身份太可说了 他是杭州静慈寺和香吉寺两大寺庙的一把手 为敌法师 不过公安人员只认他是一起灭门惨案的主犯 但是这起灭门惨案中被通缉的杀人犯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亡命天涯之前只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那么在公安人员眼前 这位德高望重的为敌法师 他真的会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逃犯吗 如果是 他又是怎样完成这一系列身份的转换呢 接下来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亲自采访过这起案件的法制作家 丁一鹤老师和我们一起揭秘 丁老师 欢迎您 丁老师 那么在抓捕之前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 前期的一些措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的警察在去抓捕之前 从外围了解到 就是他的身边有一个跟班 从少林寺来的一个和尚 他先练过武功 实际上就是 又是他的司机 又是他的保镖 那么警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进入到寺庙里进行抓捕的 警察当时进去抓的时候 是以消防检查的名义 因为他毕竟是一把手 对 你要进这个寺庙 你要匆匆报告 你也不能突然闯进去 那怎么办呢 那事先通过攸关方面联系 当地警方必须配合 配合了以后 我们再找别的借口 因为他是一把手 而且他身边又有保镖 而且他是个命案的罪犯 当时我们的警方进去之后 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 他会不会反抗 他会不会有枪 会不会有刀 会不会有别的方式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警方做很多预案 才能进去抓人 那么一群公安干警 到寺庙里 而且是把寺庙的一把手抓走了 这个事件有没有在当地 引起特别大的轰弄 那当然轰弄非常大 杭州是一个 在中国佛教的地位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有八大名次 小厨敬慈寺宋林子方 叫接迁连夜无穷壁 用日荷花别样红 写的就是这个敬慈寺的景色 就门口的景色 西湖面对的西湖的 那已经是传承了千年的 那首诗是宋朝的 在这样一个寺庙里 一把手 它其实不单单是 一个寺庙的一把手 而且是新建了一个寺庙 叫香吉寺 也就是大运河的第一寺庙 这样的两个寺庙的一把手 它在当地的佛教界位置非常高 对当地的信众 比如说巨师 或者是愿意去烧香的 信佛的这些人 主持是一个寺庙的灵魂 对他的信仰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甚至是个坍塌 所以这件事情 当时警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抓 一旦抓错了怎么办 对 这个很可怕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 基本情况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维迪法师在当地 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慈悲极势 乐善好施 他带领松众去献血 他照顾了当地的一些信众 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年长的孙老太太 他就默默地照顾了很多年 而且这个人写的一首的好字 书法 从今他的一幅字 金刚经抄的拍卖拍出去 五十万 捐给这个佛教事业 他的学历还算是高的 他是在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为什么呢 他这还是在一边坐着和尚 一边去读的书 在这之前他还是南普陀 就是厦门佛学院毕业的 所以他学历非常高 全国各地的一些信佛的人 他接触的面比较广 应该说他在当地的佛教界的位置 是非常高的 在松众和信众的心目中 位置也非常高 甚至他还代表着当地的一些宗教组织 出国访问 出国好几个国家 而且也比较年轻 就像丁老师所说 我相信说到现在 大家都会感觉非常的奇怪 按照丁老师的介绍 他是慈悲为怀 洛杉矶是而且地位尊贵 那么这样的一位出家人 怎么会跟杀人犯 涉上关系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怀疑 江西警方是不是搞错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不妨把视线转到警方这里 负责这次抓捕任务的是 江西九江县公安局的副局长王一鸣 一个江西的警察跨越两省 跑了几百公里到杭州的寺庙里 抓捕一位出家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就要从19年前江西发生的一期 灭门惨案开始说起 1994年7月27日晚10点 江西九江南站铁路宿舍 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 几名吃刀的匪徒将被害人 徐敏杀死在阳台上 随后又将徐敏的妻子 活活砍死 徐敏仅仅两岁的儿子 被妻子紧紧地固在身下 但这一群丧心病狂的人 居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 将他露在外面的腿 砍了几十刀 以至于落下终身残疾 后今法医鉴定 徐敏全身有56处刀伤 戏被他人砍伤头部 致使脑颅损伤伤 伴失血性休克死亡 徐敏妻子全身17处刀疮 戏他人用三能刮刀 刺破右肺 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 九江血案发生后 涉案的五人先后落网判刑 但第二被告徐新莲 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通过这短片 我们看到第二被告徐新莲消失了 那么丁老师 徐新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这起案件中 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994年的时候 徐新莲只有21岁 21岁之前实际上 他已经打了几年功了 所以因为他15岁 他离开学校的时候 一个农村孩子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怎么办呢 就他三叔 给他找了个工厂 找了个工厂 就去学徒去了 学徒这不几年 他姐姐嫁到东林寺 就是庐山的东林寺边下 他老去东林寺里玩 看那些当和尚的挺好玩的 那个时候年轻人 我们不是都热爱武术吗 他也非常热爱武术 怎么办呢 就是偷偷着就跑到少林寺去 实际上没怎么学东西 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训练服 就回来了 但是他对外边世界的向往 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 最初的记忆 因为他们在乡下 那么他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都在这样 那么这个过程中 一群20岁左右的小青年 他们就谋划着 要干嘛呢 要出去闯天下 其中就有一个人 是从海南回来的 到海南去玩 去淘金 回来以后就告诉 海南这个地方有多好多好 咱们一块去吧 去的时候 大家说是 行我们去可以 但是我们这些人 不能告诉家里 因为家里人肯定会反对 很小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这样吧 我们惹点什么事 惹点事了 我们有顾忌了 我们就 毅然决然了 背设一战了 传出个人模狗样来 就是有点把自己的后路 给他断绝了 对 的一种意识 对 把后路切断 犯什么事呢 其中有一个 他们一块玩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伴就说 叫王军民 他说我小时候啊 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踢了我一脚 踢了我一脚 到现在留下一冰根 到现在还疼呢 要不啊 咱就把他收拾了吧 给他灭了 拉倒了 年轻啊 不懂事 喝点酒 你既然这么一说 大家都去吧 好了 这几个人又 又买着菜刀 又买着混棒 跑到徐敏家 跑到徐敏家 踹开门 砍出去第一刀 这个人 就是徐心连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 发生之后呢 徐心连是逃亡了 对 17年的时间 警方有没有采取 什么相关的一些措施 是我去抓捕他 或者是去努力地找到他 差不多接近是灭门惨案了 那在当地的震动 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们几个团伙中啊 基本上那五个都抓了 现在只有两个去逃跑 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就不想牵牢既往 这样的话 就是先把第一个 王军民给抓住了 剩下的就只有徐心连一个人 正好办案这个警察身心啊 2007年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沙河镇 也就是徐心连老家这个派出所 当了所长 这个期间 他去当所长共进了嘛 他现在能找的线索 就是徐心连的家人 尤其他的母亲 到逢年过节啊 到节假日啊 清明啊 拜十五啊 春节啊 这些要贺的节假日 他都去家访一下 不管什么原因 你反正找个理由嘛 就来看看你 实际上想找到什么 他能不能回来的蛛丝马迹 是否跟家人联系的蛛丝马迹 尤其是关键的节假日 他要去蹲守 就偷偷看着有没有回来 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很多年 十几年 一直没有发现线索 没想到警方的蹲守行动 一等就是17年 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 专案组成员陈欣他们 每逢年节都要对徐心连家 进行布控 却一直都没有收获 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徐心连 已经归案无望的时候 徐心连母亲的一个 反常的举动 引起了诚心的注意和警觉 徐心连的母亲 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 能够让他们觉得 有点不一样 我们国家的公安系统 它有一个DNA库 需要拖液 头发 就是相关部分 想去犯罪这个DNA库 去做比对的话 就要找他的亲人的 然后他们在去采样的时候 这老太太都不干 他不干反应很强烈 拿着扫把就把警察给打跑了 这坚决不干 还说那你们警察有本事 就把他抓回来啊 这这么多年 十几年死哪去 我们都不知道了 你现在来找我 表现得非常强烈 站在我们个人的角度上 我们愿意提供这个DNA的材料 让你去鉴定 一遍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对吗 这是我们人之常情 但是他的反常是因为什么 他坚决拒绝 他的所有的亲人 尤其是母亲 坚决拒绝提供任何材料 这样陈欣宇觉得 这是不是有问题 徐欣宇母亲的反应 的确有一种此地无银的意味 但是要找到一个 消失了17年的人 谈何容易啊 这突破口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陈欣对徐欣宇家庭的 所有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后发现 徐欣宇的三弟 在庐山东林寺附近的 一个餐馆做厨师 姐姐也在东林寺那边开店 并没有什么迹象证明 他们跟徐欣宇有联系 而徐欣宇的二弟 在杭州开公司 是一个大老板 按说他该依锦还乡 经常回家显摆一下 但徐欣宇的二弟 不但不回家 连电话都很少打 这有点反常 陈欣通过杭州警方 排查徐欣宇二弟的社会关系 很快发现他的社会关系中 有一个叫维迪的人 是杭州静慈寺 香饥寺两寺庙的一把手 两人平时不怎么来往 但每逢过年端午等传统节日 维迪都会给徐欣宇的弟弟 打一个电话 不过每次都不会聊很久 从2011年8月2日到10月16日 徐欣宇的二弟跟维迪法师 通过八次话 最长通话时间106秒 一个寺庙的和尚 在每逢佳节被私亲的日子里 主动打电话给徐欣宇的二弟 陈欣宇觉得这个事情肯定非同寻常 这个和尚有非常大的疑点 但是当陈欣调来这位维迪法师的资料一看 大失所望 他发现什么呢 陈欣当年在办案的过程中 留下了徐欣连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从徐欣连的初中 一个合影中翻拍下来的 17年前的一个初中生 和一个40多岁的维迪法师 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外表的不同 第二个 籍贯的不同 他们拿给他们材料看的时候 维迪法师的籍贯是广东的 名字也不一样 人家原名叫罗明生 广东少官的 他是江西九江的 地方不一样 警方是不是就可以排除到 维迪法师的一个嫌疑了 陈欣他们当然没有放弃 因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既然怀疑上了 我们必须查个实说实说 陈欣就让他的副所长 王飞翔 就到了广东少官 罗明生的籍贯是广东少官 那么后来这是迁出地 迁入地浙江杭州 因为他最后做了和尚 但是他们竟然在这张表上发现了江西的字样 江西九江是徐熙连的犯罪嫌疑人徐熙连的老家 这个字样实际上在大家是不注意的 因为正常的签出地是少官 签出地是杭州 但是他们在签的时候 误签了 刚才实际上是比误 在这个地方楼了马脚 其实一张小小的户籍卡片上出现的江西两个字 恰恰就勾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怀疑这就是维迪冒用罗明生的身份留下的一个马脚 对吧 那么接下来办案民警如何开展工作 罗明生本人不是已经 现在叫维迪法师了吗 是 那么现在能找到的就是罗明生的父亲 罗明生的父亲 原来是在一个工厂里工作 现在也离开 也退休了 退休了之后 王飞翔他们就找到了工厂的负责人 通过工厂的负责人 找到了罗明生的父亲 罗明生的父亲 自己说是是我有个孩子叫罗明生 走了到现在去哪里了 不知道了 王飞翔就拿着照片给他们看 这是你儿子吗 就是维迪法师的照片 他不好认也不好不认 这样让王飞翔觉得他就有问题了 然后就得吓唬他 就是你得说明白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 你要不说实话 你要付法律责任 这老头思来想去 思来想去做了好长时间工作 后来才承认 这不是他儿子 罗明生的父亲又是怎么样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同意维迪法师去冒用自己儿子的身份证 这里边有几个情况 有几个内情 第一 罗明生出生之后啊 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了 也就是失散了 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他这个户籍上有罗明生这个户籍 但是人去哪里都不知道 这个是真的没有问题的 那么罗明生的父亲 孩子找不着了 但是户籍在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第二 他认识了一个老段 就来找到他 给他商议 就说啊 你看你现在孩子哪里去了也不知道 我呢 有一个朋友 朋友的朋友 他呢 想去当和尚 当和尚呢 需要办一个户口 应你那个孩子那个户口 当和尚 这是其一 其二 给你点钱呗 给点钱 你这白捡的钱 第三 人家和尚都是做善事的 将来还能给你养老呢 他考虑来考虑去 这不白捡的钱吗 人家老段 当时说 还给一万块钱吗 这样的话 罗明生的父亲就答应了 就这样 去 用 为敌法师的这个照片 去 办了一个身份证 因为他有原来的户籍的底子 就去办身份证的时候 办了一个身份证 又从这个身份证 办完之后 又从广东少官 签出来了 然后老段的时候 是谁让他办的 最后罗明生的父亲就说了 是清雪 韶关的一个尼姑 托老段头办的 这样的话 这个线索 慢慢的指向了 佛门 就是 罗明生的父亲 老段头 尼姑 然后 为敌法师 这样这条线 就传起来了 警方当天就查清楚了 正是 为敌法师 托 韶关 六祖寺的 尼姑 让老段头 假托 罗明生的 名义 帮 为敌 办理的身份证 随后 警方又得到了消息 为敌的手机号 先后 与 韶关 和 九江 有过联系 这更增加了 警方 对于 为敌的怀疑 然而 当追逃任务 交到 九江县公安局 副局长 王一鸣 手上的时候 他的心里 还是打起了鼓 毕竟啊 这位 为敌法师的身份 太特殊了 为敌除了在 杭州佛教界 地位尊贵 他还兼任 很多社会职务 从2005年开始 为敌先后担任 第九届 第十届 杭州市 清联委员 2008年 又成为 第九届 浙江省 清联委员 而且在他被捕前 即将成为 杭州市 拱束区的 政协委员 韦迪多次出国访问 并代表 静慈寺 接待各路 宾客名流 面对这样一个人 负责抓捕 任务的王一鸣 心里负担是很重的 如果抓不到 徐清联 王一鸣 回局里 不好交账 但抓错了韦迪 王一鸣 这个小小的 副局长 也不用干了 为了慎重期间 王一鸣 这个人很聪明 他就安排 手下的警察呀 去找到了 徐清联的亲弟弟 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的 亲弟弟 去远远地用长雕 去拍了 徐清联弟弟的照片 再拿来 为敌法师的 近照 这个两个人 年龄相差几岁啊 三四岁 因为亲兄弟俩 他有很多 共同的点 把这两张照片 拿过来一对 王一鸣说 抓 没问题 有责任 我担着 当地的警方 和江西的警方 联合组织人员 去了这个 寺庙之后啊 去年也没当回事 进去了之后 直到把他围起来 因为警方害怕 说他身边有保镖 事件探明 有保镖 有开车 他开了奥迪车嘛 所以围起来的时候 这些人用的是什么 九江的口音 徐清联一听 就是为敌法师一听 九江口音 其实他一下就明白了 他也不会反抗 把手伸出来 戴上手铐 戴上手铐之后啊 也不问 什么都不问 就把他戴上手铐 找个地方往那一扔 第一件事 拿开嘴 把这个什么 刚才说的棉天 取个样 你取个样 拿开嘴 再就是 这警警察在这瞎聊天 聊什么天 静音九江话 聊家乡事 你要知道 你的香音 是永远不能忘却的 这是心理战 第一个是 我取了你样了 反正你家的人 你跑不了合唱 你跑不了合唱 跑不了庙 你跑不了人 你跑不了家呀 你家的人 我们掌握着 那么你现在 你的口音 你是不能忘的 那么这些人 就在这聊着聊着 因为他 这个里边 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他取完样子之后 实际上 这个时候 在这里取的样子 为了就是坐实 就是告诉 江西那边 你马上 去找徐星连的母亲取样 无论如何 你要取的样子 在比对上 比对上 这样的话 威迪当时就傻了 几个小时之后 就对警察说 别折腾了 这事就我干的 我就是徐星连 至此 一个隐身佛门的 灭门惨案的主犯 总算落网 然而 说到这里 还有一连串的问号 并没有解开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 刚才 丁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一点 但是我相信大家想知道是 当年那个青年 也就是徐星连 跑了 对 跑到哪去了 他们不是租一辆车吗 租一辆出租车 这个出租车 逼着这个出租车司机 开着 杀完人之后 开着就往九江边上跑 他跟王军民 单独在一块了 别人就跑别人的 就把那些作案工具 杀人的工具 全都扔掉了 他就给王军民 跑到一块了 王军民 跟他商议着 咱们往哪里跑 咱们去南昌吧 后来 去省会 去省会 因为那个地方 最繁华的地方 可能不会被抓住 那么第二天 他们两个人 晚上在深夜里 在九江边上 这个水塘边 就藏了一晚上 这个过程啊 那别的人就被抓住了 那第二天早晨 这两个人就坐去 南昌的公共汽车 这两人就去买了票 就预备坐公共汽车呢 坐公共汽车的时候 警察已经都在那围上了 当时啊 他们不上了公共汽车吗 就是下来买水 买东西的时候 再上车的时候 警察在车上去查的时候 查到了王军民 他是在车下边 还没上车 他看到了王军民 王军民实际上示意他 你赶紧救我 他喊 喊虚猫 因为徐新连原来这个 绰号叫虚猫嘛 虚猫救我 但是那个时候是很乱的 他亲见了这个声音 但是他觉得 已经那个声音 已经很冷漠了 但是他没有去救 反而就跑了 徐新连任由王军民被抓走 他不想救这个欺骗他的人 同时他知道 事情闹大了 要不是死人了 警察不会在案发一周后 还在车站布控 王军民被抓的当天 徐新连独自跑到长江边 望着浑浊咆哮的长江 他含泪一猛子扎了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长江对岸的 湖北黄梅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 徐新连能游过长江 奔往黄梅六家庵 去找一位名叫 常文的老和尚 这个常文是一个和尚 他就在那个寺庙里修行 徐新连为什么认识这么个人呢 就是因为徐新连的姐姐 原来在东宁寺 就是庐山脚下的 庐山那边的东宁寺 那边就是门口的 又不是卖东西吗 就开饭馆卖东西 这样的话徐新连小时候 老到这个寺庙里去玩 这常文一看一小孩 就老逗他 说你给我当徒弟吧 这不瞎聊天吗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个人的经历 他就知道老和尚在哪里修炼 他不可能去再去 跑到九江的东宁寺去找那个人 那么他知道平时修行 常文就在他自己的那个小庙里 但有的时候也偶尔来 这个东宁寺来挂单 这样的话他唯一的想的跟世间的联系 没有什么联系的人也就是这么个人了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徐新连能够游过长江 奔往刚才丁老师所提到的 常文老和尚的庙 叫六加安 对吧 但是徐新连一生的狼狈 就这样贸然的闯进了六加安 六加安的常文老和尚 不会怀疑他吗 丁老师 常文老和尚按照我们正常的心理 应该肯定是怀疑了 你浑身是水 一脸狼狈 这种惊恐的感觉 因为杀人后的惊恐 一脸狼狈 这种感觉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感觉 再就是 按照常理而言 你已经惹了事了 已经出了事了 你不然的话你会突然来吗 你现在咱们到一个朋友家去 你事先得打个电话吧 你去拜访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上去 常文就会怀疑 那么这其中 咱们正常的 要么你惹事了 要么你犯罪了 要么你出大事了 人生巨大的变故 不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小伙子 徐新连 他编了一个什么瞎话呢 说失恋了 我想出家 你失恋了出家 那你是不是去东林寺就可以啊 那么近 你非要跑到一个不熟的一个地方去来 那不太现实 但是常文没有减破 所以这样吧 我年龄也大了 也没那么高深的学问 你要跟我学会耽误你的前程 那么我给你指点一个地方吧 你到安徽千山的三祖寺 到那边去修行 那边是一个佛家重地 对你的前程 对你的人生可能更有好处 这样的话 常文老和尚给他指点了 到了安徽千山的三祖寺 小小的六家庵都没有收留徐新连 那么千年古刹 三祖寺 是不是就能收留他们 我们继续来看 虽然从湖北的六家庵 到安徽的三祖寺路途遥远 但徐新连觉得 只要能逃命 有多远跑多远 徐新连到三祖寺的时候 住持红行法师去了九华山 徐又追到了九华山 但那里寺庙众多 四处打听也没找到 于是他又回到了三祖寺等 就在他出前山汽车站的时候 突然看见地上 躺着一张身份证 捡起来一看 这张身份证 是安徽宿松县一个 叫王龙贵的人 生于1967年 比自己大六岁 长相倒是跟自己有点相似 徐新连就是拿着这张身份证 来到三祖寺的 此时 同行法师还没有回来 徐新连哀求知客师 我立志出家 现在无处可去 有没有什么钱在外面住旅馆 让我住在这里行不行 我什么都能干 知客师见这个满面风尘的年轻人 话说得诚恳 不忍拒绝 只好让他先在疗房住下 我们通过短片看到 徐新连住进了三祖寺 可是三祖寺是参宗六大祖庭之一 在佛教界很有名 贸然闯进了徐新连想留下 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 丁老师 既然三祖寺是佛家的一个名寺 贸然闯进了这么一个人 相关的三祖寺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 工作人员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修行之人也好 僧人 他们就不查查徐新连的身份吗 这个时候身份他们没法查 不像今天 我们都有身份证的查证系统 那个时候也没有 那么来了 就是一定是在世间 遇到了很多业障 或者遇到很多事情的人 他们很多才去投奔的 那个时代 才去投奔佛门 就对世间没有无望了 但那个时候是真正的 因为犯罪进去的 逃进去的是非常少的 那么佛家也是讲究因果的 实际上徐新连 现在咱们想 徐新连为什么进了佛门 一 他有逃跑的 多藏的欲望 二 实际上他是真的后悔了 这个里边就还要往前翻 就在这个 他撬紧长江 游过长江 实际上他跟王军民 发生了剧烈的中场 就是因为什么 我们惹点事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杀人家 然后王军民告诉他 一不做二不休 那么这个时候 徐新连其实心里已经后悔了 他觉得我们只是惹点事 没想到要杀人要灭门 这是其一 其二 就是等他做下这个业障之后 他发现 他在人世间做的罪恶太大 那么哪里才有他的容身之处 他能所知道的 也就是四面 也就是他内心里 从跳进长江那个瞬间 他已经在忏悔了 那么他到了三祖寺之后 实际上三祖寺收留他 就是不是说让他当和尚 也不是跟他气度 就是你没一个地方吃饭了 你先在这个地方 先混着 先混碗饭吃 我们不能饿死你 那么他去了之后 不是说你要想进哪个单位 或者进寺庙一样 你能进来就让你进来的 怎么样个预备期考察期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进去他就知道 那我必须好好表现 怎么表现呢 早晨起来天不亮 就起来大嗓卫生 种菜 洗衣服 做饭 干活 他什么都抢着干 很勤奋 很非常勤奋 因为这个时候 他内心里已经开始后悔了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忏悔 他非常后悔 等他进了三祖寺之后 他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了 这个时候对他而言 才是一个最大的幸福 所以当别人 当他干完活 别人端了一碗摘饭 没有 肯定是没有肉 没有油 没有什么 就是一碗摘饭 一碗素食 这个时候 他才感到人生的幸福 抱着那碗饭 眼泪噼里啪啦就下来 因为 人 心的安静 才是最大的幸福 这样的话 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会去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想守住这份幸福 因为 前辈着 在这之前的21年的人生 他可能过得太慌张了 慌张的最后的果就是 去跟着别人 去杀人了 但是 这个时候 他到了寺庙里以后 他突然找到了一份 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和宁静 那么 他想守住这份宁静 那只有一个办法 顿入空门 也就是 皈依佛门 那不是说 你想皈依佛门 你就能皈依的 那么 你要真正地成为一个佛家弟子 你还要替都的 还要什么的 还要履行一些正常的手续 那么 后来 他干了一段时间 人家正好 他的 这个 三祖寺的 叫主持 叫 红行法师 红行法师也回来了 那些 其他的人 就给他劝他 跟薛门说 小伙子 你去求红行省法师吧 求红行法师 给你气度 他当然去求啊 因为着急啊 就人没得到的时候 他不想 每个人都这样 没得到的时候 集合合的想去哪 得到 他不知道 还要经过一个 时间的历练 还有人生的锻炼 那么他去求的时候 红行法师也不说 别着急 等着过着 九九重阳节以后吧 然后这个时候 他内心里很焦急 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除此之外 他没有别的容身之处了 所以他又得 好好的在这表现 一直到了 过了九九重阳节之后 他再去求 红行法师啊 才考虑着 就给他提度了 提度之前 肯定有一个深入的谈话 就红行法师 就会问他 你为什么要提度 你为什么当和尚 这肯定是有因有果嘛 对 他肯定不会说出那个实话 我杀了人了 杀了人和佛门不会收留你 他就坚决说是婚姻的问题 因为21岁嘛 就死活不愿意嘛 对 就是看破红尘了 但是他编这个故事啊 也骗过了红行法师 红行法师就认了 但是有些东西 可能我不知道佛家怎么说 可能知道 知道但不到出来 也就是我知道了 但是你肯定是编了瞎话 但是我不给你点破 1995年农历2月29这天 三组四位徐新莲 举行了剃度仪式 自此法名士为敌的徐新莲 皈依佛门 成为一名小沙迷 也就是出入佛门的小和尚 红行法师教育徐新莲说 皈依是学习佛法开始的第一课 苦海长坐渡人舟 千处祈求千处应 你当有慈悲心怀 断恶修善 要知道 生老病死都逃不过因果 切记出家人责任 红法立身 普度众生 红行法师送给他两本书 一本是禅门日诵 一本是绝海慈航 这两本佛教念诵集 是僧人早晚必修的课程 红行法师说 去好好研习吧 参透了你就觉悟了 并徐新莲没有想到的是 他仅用一个星期就背诵下了2400多字的愣言咒 而这部极难的佛经 一般人最少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背诵下来 两个月后 红行法师送给他的两本书 他竟然也能全部背诵 徐新莲有一个 一般人打不到的一个特色 他可以不理解 但是他的背诵能力 记忆能力是超长的 这么一本书 我们一般看书都记过 记完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行了 我们没有人就是非要把它背过 但徐新莲他厉害了也还在哪里 他把这本书全部背过了 后来他就是顿入空门到了浙江大学 学那个图木工程专业 后来学英语 他就靠这个办法 别人说你都学完了理解了 会实用 他不是 我想把它背过 背过了 其他的有好多东西就好办了 所以他有这个本事 这是学习的本事 还有一个 也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我们总要有一个限制 他不是 每天到那个地方 生活 做饭 等等这些杂物的工作 每天就从头到尾忙到黑 所以他想把实际上 我们现在是知道 他想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 然后让他的内心得到安静 眼前他坐在那里没事的时候 胡思乱想 是 因为他只要闭上眼 他就会想到杀人的那个时候的 那种罪恶的场景 那种甚至不能说叫血肉鸿飞吧 至少是鲜血四溅的那种杀人场面 这种场面 只要你记住 很多年很多年 你是忘不掉的 所以他想通过这种知己的劳动 来消解他记忆上那个噩梦 通过对佛教知识的学习 徐秦连发现 虽然自己暂时逃离了世间法律的惩罚 但是他所犯下的罪行 即便在佛门也是重罪 特别是红行法师 因果循环的告诫 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杀人种下的因 什么时候会结果呢 徐秦连不知道 他只想那一天来得越晚越好 那么徐秦连有没有在学习佛教知识的这个过程中 让自己心里的罪恶感逐渐的少一点呢 他越了解佛教知识 佛学知识 他的罪恶感也越重 以前他不了解佛教是怎么回事 因果循环如影随形 就是有一个恶因就会有一个恶果 有一个善因就会有一个善果 那么他这个恶因重得太重了 因为他杀人的时候 那个场景他忘不掉 所以每次到晚上的时候 他就老感觉到 就那个被杀那个徐秦连 抵挡他的时候 拿着电风扇 满脸是雪的向他冲来 每次睡觉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 一闭眼就是这样的 那是谁也受不了 因为什么 之前人呢 你不经过善的教育 你不知道恶是什么 对 对吧 对 这是一个常规 那么在这之前 他拿走 还要拿走 揍一顿揍一顿拉倒 他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但他到了佛门的作用就是这样 他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坏事 那么我就要承受这样的 实际上他这个害怕 也是一个国 因为中下的恶因 得到了一个恶果之一 他每天就是心里晚上 就像堵了个乱麻一样 每天晚上是不是叫抽烟 佛家倒是可以让抽烟的 偷偷是抽烟 每次做恶梦的时候 可能最新的 我不知道科学上怎么说 但是对于心脏 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他每天都在提醒教 在那想那些不舒服的事 他就老堵的话 我2007年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是心脚童 2007年他也不大呀 年龄不大也就不到40岁 突然的心脚童 就厉害的不行了 他就不敢去抽烟 我到医院去 他逃亡的17年中 没去过一次医院 为什么呢 他怕你到医院 人家就问你叫什么名 你现在的东西干什么 你挂号啊什么的 对啊他不敢 所以说就是 留下的一个 第一个因 就他所做的恶果的第一个因 就在他身上 留下了心脚童等等 这些失眠的这些症状 身形衰弱 咱们科学上叫 心脚童 晚上疼得大寒灵地 就是因为他害怕 你害怕时间长了 每次暗夜里想起来 你就是有一个满脸 满脸是血的人 往你这儿冲 谁也受不了 是 这就是恶果 徐新莲 哦不 这个时候 我们或许应该叫他 维迪 维迪被心魔一天天的折磨着 但是他的勤勉和聪慧 红形法师都看在眼里 虽然这个时候 维迪只是一个刚刚 顿入空门的小沙迷 但是不要忘记 当警方抓捕到他的时候 他可是杭州两大名寺的一把手 久江灭门案的主犯 徐新莲顿入空门 改名叫了维迪 那么三祖寺的小沙迷 又是如何一步步的成为 杭州两大寺庙的一把手的呢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 亲访这些案件的 法制作家 丁一鹤老师来和我们一起继续解密 丁老师 欢迎你 你好 丁老师 维迪身上悲着命案 心理负担的也重 但是我们在上期节目里 您为我们介绍到说 维迪法师呢 一方面很勤勉 另一方面呢 也很聪慧 他的这些 有没有为他争取到一些机会呢 因为没有人看到他 晚上痛苦的感觉 只是看到他每天 闷头的在那里去工作 去读书 这样的话 红星法师啊 94年的 三月份的时候 就把他叫过来 说是这样 我们毕竟 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想给你送到 厦门去 厦门的佛学院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南普陀吧 厦门佛学院 你读书去 行不行 训言一听啊 这当然非常高兴了 是 95年的四月 他就告别了师父 到了厦门佛学院 去读书了 95年十月 突然他接到 红星法师的通知 让他回来参加受戒 佛教中把七岁以上 七十岁以下 刚出家受了 沙弥戒的出家人 称为沙弥 沙弥到了二十岁 就可以受比丘戒 称为正式比丘 如果因种种原因 不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到七十岁还是沙弥 受戒需要经过 严格的培训和考核 合格者才能成为比丘 意味着真正堵入了佛门 比丘会给发戒蝶 有了戒蝶 就可以四处云游挂丹 走到哪里 都会有寺庙管吃管住 比丘在网上是揭法 传承法脉 也就是传承衣博的意思 佛家各流派的衣博 就是如此代代传承下去 这不是一般僧众所能达到的 必须修炼到一定程度 才有这个资格 95年的10月 红星法师就给维迪发了号条 就是介绍信 建费 让他带着本寺的八个小沙米 到了湖北黄梅五祖寺去受戒 当时是全国五百人 集中到这个地方来 受戒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规矩 在这45天的时间里 每天你也就睡三个小时 他们接受的非常严格的训练 剧足戒有660件 训练结束考核的这个过程中 威迪法师总分第一 按照当时的规矩 就是他就成了沙米头 沙米头是什么 就相当于五百人集训队的队长 你要当领导 你得请客 怎么办呢 这个为难了 他说我不当 为什么呢 你五百人中 你得请五百人吃顿外啊 洪行老和尚就总共给我五百块钱 我要每人花一块钱 我还吃喝不 所以说我不当 你没当吧 我学习再好 我也不当这沙米头 最后这个昌明法师是一个 也就是他的夜师就相当于他们的导师 最后说 不这个不应你请 这样吧 我们给他加个菜 就是我们给你请了 就拉倒了 不用你自己套家请 因为谁也没那么多钱呀 那么威迪受戒之后去哪了 受戒之后 他不就发放了戒谍吗 发放了戒谍 他因为他在湖北黄梅 他首先第一站呀 他去找了常文 去见了常文老和尚 因为第一个 把他引进佛门的 不管他投奔也好 还是怎么着也好 第一个把他游进河门的 就是六家安的常文老和尚 是 要感恩 他跑到那里去 长长的一跪 扭过头来 第二站 他要去找洪行法师 他要去给他回报 回去的时候洪行老和尚 就给他做了一次 非常深刻的 非常长的一次谈话 你现在已经成为必修了 现在要维护好佛家的形象 那么你要有文化 对吧 你要每天要朝金刚经 去练书法 练书法 让你的内心得到清净 洪行老和尚就跟他说 其实我轻说了 你在受戒的过程中 表现的跟与众不同 韦迪就说 你怎么知道的 然后洪行就说 我听说你在戒坛上 嚎啕大哭 威迪不害怕师父问为什么 但是师父没有问 实际上 威迪在受戒的那个瞬间 就像人呢 达到了一种境界 就是人神对话 人与佛家的对话 在那个瞬间 他把以前的业障 也就是他杀人 做下的那些业障 在那个过程中啊 就像心底的那种污浊的东西 他哭出来 就像完全清出去一样 维迪痛哭是想清除曾经犯下的罪恶 但他知道进入佛门并不能摆脱法律的制裁 90后小伙金某就有这样的经历 当上海轨道警方把他押送回上海时 只见金某脑袋光光 身边还带着好几套僧服 我是想去休息 到那边庙里面已经是第四天 是七八点钟这个时候 就被他们起来 一个月前 金某还留着时髦的发型 穿着T恤牛仔裤 所不同的是 他在出闸门时显得十分慌张 手里还提着一个女士的包 这是一个女性格的 当时这个女性格 正在夜市上打瞌睡 然后嫌疑人就抢走了他的包 金某交代 当时这个包里有28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 手机已经被他变卖 换来1300元 总计4000多元的赃款 他只用了不到十天 应该是请人家吃饭吃的 看到一些比如说乞丐啊 可怜啊 感觉他很可怜啊 就是啊 能够五块钱或者十块钱 嘴里说的行善 可根据警方掌握的信息 金某流窜全国各地作案 前科雷 上海警方为了抓捕他 追踪到湖州 泉州 宁波等多地 没想到这个金某 竟然隐姓埋名躲到庙里做了杀谜 主持和尚对这些赞助赞助的杀谜的身份证的核对 他有所警觉 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他已经从那个宿舍里走到走廊外 哪里做了坏心的哪里不怕的 你杀了人还怕鬼往上来敲门 你谁会不怕 只要犯下罪恶 无论逃到哪里 无论内心多么悔恨 都会被绳之以法 正是这样的认知 让维迪在授戒仪式上嚎啕大哭 在一个神圣的场合下 嚎啕大哭就像我们看到的少林寺 我们通常看到授戒就是少林寺 小和尚 盯着脚头发 你紧多掉个眼泪 你不会失态到 怕得你小嚎啕大哭的 但是他会因为他的业障深 而且他愿意把这些业障清除掉 所以说这是一个层次 那么红星老和尚就跟他再说 你现在一是代表佛家的形象 二是你要继续修行 下边还有一个揭法的三个层次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 红星老和尚 他的内心里是什么 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将来的接班人 1998年7月 威迪以优异的成绩 从厦门佛学院毕业 开始云游天下 因为带着赎罪的心理 威迪的云游并不轻松 那么丁老师 您为我们讲讲 威迪在云游的过程中 他都经历了什么 走到河南少林寺 路边有个老太太 让摩托车给撞了 摩托车跑了 他就抱起来 送到医院门口 把钱又给人家 人家要感谢他 说你不用感谢 这是你应该得的 然后扭头就走 为什么他不敢进医院呢 他怕医院人家给他记下 倒极是他干嘛的 因为警察要问 倒极是你装的 还不是你装的 你弄这不这么麻烦吗 调查一下 留个什么证据之类的 或者记个笔录啊 留个信息 对啊 你一留信息 这不露相了 他也害怕 这个故事在他的人生中 不算什么 但是也是他离开学校 就是进入社会 与社会人打交道 他做的第一件好事 在此后的人生中 他做过很多很多好事 他带领他的寺庙里的 松仲去献血 他自己悄悄地 扶住了贫困的老人 他给温川灾区捐款 掏出自己的钱来 去做了很多事情 他都不留名 实际上 他做好事不留名 是怕人知道他也是谁 是 第二 他是真的要忏悔 到了这年冬天 冬天一般的路上 也不好走 天冷路滑 又大雪什么的 他就回到了三祖寺 正好赶上了一个法会 他做为纳 红星法师就跟他谈 希望他留下 协助他的 红星法师的工作 徐星连志不在此 他出去上了学了 他见了世面了 他想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维迪辞别了红星法师 去四川峨眉山 成都文书院等地 游历了两个月 佛教的四大名山中 他已经去过普陀山 峨眉山 九华山三座 只剩下了山西五台山 于是他从成都直奔山西 五台山有一个千佛洞 或者又叫佛母洞 到这个洞里来走一遭 就相当于专事投胎 在佛教圣地五台山 有一处文明侠尔的天然圣迹 这就是距今已经有几千万年历史 被誉为中华第一洞的佛母洞 佛母洞也称千佛洞 佛家说是孕育佛子的一处圣迹 佛母洞有外洞和内洞 外洞较大 高有三米 宽有一米 由外而里渐渐地收缩 尽头洞壁有一个小口 通入内洞 要入内洞 需从这个小口爬进去 这个略显扁圆的石孔 斜向上通入内洞 刚好能容一人爬入 佛母洞的内洞构造非常奇特 垂下的中乳石 酷似人体的心肝五脏 整个内洞仿佛一个母腹 因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把进佛母洞称作为佛母投胎 出洞称作为佛母重生 佛家说在佛母洞投胎 就可以得到佛母的恩赐 喜去往昔的罪过 为题来此 就是想借着佛母洞 转世投胎的说法 来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它不仅仅是一种 仪式上的转世投胎 也是它心理上的 一个转世投胎 因为在这前些年的 佛家的训练中 它已经从心理上 解决了这些问题 它需要从仪式上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它从佛母洞 出来之后啊 面对着空旷的群山 嚎啕大哭 它实际上 在人生中有几次的 嚎啕大哭 它实际上就是想 把内心的那种恶 那种灼 那种罪恶的东西 它就想把它吐出来 但是罪恶的东西 你一站一坐过 你是吐不出来的 实际上它每次出去的时候 背着一个牌位 虚敏夫妇的牌位 每到一个寺庙里边 在磕头前 它就把虚敏夫妇的牌位 搁在上面 非常虔诚的磕头 难受的时候 甚至把那个头 砍得鲜血淋漓的 希望佛家赶紧 把这个虚敏夫妇 超度了 所以它走到一个寺庙 就背着这个牌位 它是赎罪去了 那么接下来 它走到哪儿了 四川的峨眉山 云南的姬祖山 竹林寺 又到了瑞丽那边 从边境上 甚至出了国 到了缅甸 它去缅甸干什么 它想红发传法 还有一个阴忧就是 躲避警察可能的追捕 进了这个缅甸 没想到 人当地有冲突 就碰上部队了 一看当兵的 它也分不清什么样的兵 呼就把他围起来了 围起来问他 给他说话 他也听不懂人家的话 最后一把 把他那个佛珠 给他撤下来了 光光光散落了一地 他也不知道 吓坏了 他杀了这 怎么回事 就拿着枪指着他 但是没想到那些 当兵的 赶紧 都去抢那佛珠 一百人怕个佛珠 佛珠抢完了还不行 衣服啊 给死成条 绑着胳膊上 眼见那边 他们也信佛 他一看到一个 中国来的 异域来的和尚 身上带着一些 佛家的东西 是辟邪的 谁在战争中 在作战的那种 恶劣的环境下 也希望得到一种保护 就是等于说 把他身上的这些物件 作为护身符了 把他们当作护身符了 但是他不知道 傻了 他当时拿着枪指着他 最后人家那当官的 还掏出一把钱来 指着 中国边境的方向 快跑 他吓得他又不懂啊 就咚咚咚 跑回了国门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实际上他这个过程中 除了忏悔 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找他将来的七审之所 就是落脚点 他想在哪里落脚 其实后来他跟我说 他发现有几个地方比较好 上海不错 山东青岛不错 杭州不错 北京不错 这几个地方 但是他比来比去 山东青岛 寺庙不是特别盛行 是道观比较多 北京这个地方他不熟 他是南方人 那么他能选的地方 就是上海和杭州 杭州呢 有历史上有名的八大寺庙 从南宋开始到现在 香火一直很盛行 尤其是围着西湖边的 这几家寺庙 都是名寺 所以他就考虑了 自己的落脚点 就往这个地方去发展 他就下定决心了 既然我皈依了佛法 我就要真的去 通过苦行来修炼 从缅甸回到国门的 那一刻起 他说我要从这里 走到杭州 这么一路子靠什么 靠两只脚 他基本不成做 现代的交通工具 走到哪里 花园嘛 咱们说的叫花园 就是要个馒头 就是如果你还能给我 再给我一碗水就行了 人家是想给他点 别的好吃的 你给我一个馒头 给我碗水 我吃完了 放下 我走 路边找个土堆 靠着睡一觉 早晨起来 醒来发现 它不是个土堆 就是个坟堆 不行 赶紧 拜一拜 磕个头 爬起来 带走 有的时候 晚上住桥洞子什么的 过河 给船家 你能不能把我送过去 走到路上 人家有钱的人 比如说有一个煤矿主 留下 我给你点钱 我给你点这个 反正你看你这么苦 也有善人吗 有很多 我不需要 你就过个点 蛮着过的 吃着喝的 所以就是一路的小型夜宿 衣衫蓝履可以说 身上那些破衣服 破衣蓝衫的 瘦的 就胡子拉叉了也就 所以有一个插曲就是 他到了武汉 龟原寺 龟原寺里有个老和尚 叫昌明 就是他在受戒的时候 帮他出钱 请磕的那个老和尚 就是昌明老和尚 就是在那里 他知道这个老和尚在这里 他想去 去拜王拜王 恩师嘛 但是人家一看 那寺庙也认人呢 一看 破一烂山的 因为你这个头发要长啊 你没钱 你没有人给你剃光头 这个头发也就长出来了 所以 把他当要饭的给站跑了 他没办法 在寺庙门口 朝着这 那么 跪下 磕个头 爬起来 继续走 就这么一路走下去 走到哪里 长州的天龙寺 长州天宁寺 始建于唐征冠永辉年间 为佛教禅宗著名道场 名列禅宗四大丛林之首 范拜 指佛教活动中赞颂佛菩萨的声乐作品 是汉传佛教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体为唱赞和诵经两大部分 长州天宁寺 范拜节奏 沉稳扎实 唱腔悠扬潇洒 韵味古朴清雅 其范被唱颂 一向为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公认之典范 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想去在那里边学三个月 学两三个月 学的什么呢 就是为了把他这一块的功夫 学到当时在国内景点 因为他本身有这个能力 我们中国的佛教的畅念 是谁发明的呢 是曹操的儿子叫曹植 曹植被贬到黄河边的东阿那个地方 在渔山那个地方 他心情非常郁闷 他就信佛教 信佛教的时候 有一次估计是喝完酒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听见空中 来自一种特别美妙的音乐 于是他创作了一种佛教音乐 叫渔山范贝 渔山范贝 就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一个规范 或者叫十足 天龙寺这边就是渔山范贝的代表 维吉去学 他是有目的性的 他为什么去啊 到了这里 他学完这个 还到了杭州 那考试啊 你要来这里 你当维纳 维纳就是领诵领唱 你想当维纳可以啊 你想给我唱唱试试 维吉他本身具备这个能力 他又经过这么缜密的去考虑 又有个人的修行 又有专业的修行 所以他包括他师弟 想留他在这里 不在玩 我走 哪里去 杭州 就这样一路小行夜宿 就奔了杭州 维吉想通过苦行来摆脱罪孽 但他始终没想投案自首 他不断地提高自己在佛学上的造诣 也只是想在寺庙里有一个好位置 但他别忘了 就算做到寺庙主持 也不能投脱法律的制裁 这样的例子还真有 2013年5月 山东赫泽市东明县公安局办案人员 千里迢迢来到早阳 抓捕当地白竹院寺入池 市治国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网上再逃人员 吴永松 化名李宜斌 1993年 吴永松在山东拦路抢劫现金 伙同他人盗窃身处 案发后利用虚假的身份证信息 将护及从山东东明 签至早阳新市 2003年 他来到早阳白竹院寺出家 法号市治国 从普通僧人逐渐变成了该寺主持 还当上了早阳市佛教协会负责人 2013年 就在民警准备实施抓捕时 市治国消失了 手机关机 随后警方加紧追逃 像白竹院寺住持 市治国这样的下场 也许当年苦苦修行的韦迪 并没有想到吧 韦迪选择了重生 也选择了逃避 他希望用自己积累的功德 救赎自己的罪孽 2000年9月 韦迪终于来到了杭州禁慈寺 刚开始的时候 他在禁慈寺挂单 由于他唱诵功夫极好很快 开始辅助维纳 做领诵 三个月后 韦迪成为静慈寺常驻僧人 两年后成为之客 2002年下半年 韦迪更是被静慈寺监院 妙高法师为以重任 派他去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 去学习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这个韦迪 也就是徐新年 他实际上是只有出入方法水平 他能跟得上吗 没问题 他不懂得 他可以背过 当时只是说是 你去学点东西 将来我们寺庙里 哪个船子坏了 哪个梁出了问题 你了解点知识 甚至你弄块砖 弄块什么 你学点本事就行了 但是这小子不是 他既然报了名 当时一个培训班 去报了名 然后认识教授之后 人家正经地学起来了 不但把专业学得好 而且把英语 人家拿英语课文 哐哐哐背完了 背过了 他有些东西 当时背的时候 他不见得完全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他能背过 他背过 他考试就考得好 随着他的文化层次 和各种知识 掌握了之后 他就明白了 我们经常说 要学以致用 他能做得到吗 那当然 他不但学以致用 而且用得非常好 实际工作中 他负责消防器材的 维修和使用 因为消防对寺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把火可以把寺庙烧了 是 那么健全的消防器材 搁在哪个位置上 让所有的寺庙的人 都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 重新修改了线路 把那些老化的 电信演习线路 全都换掉 组织消防演习 让每个人都知道 消防器材在哪里 怎么使用 那有了这三条 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 当地的所有的寺庙 都来静词寺参观 学习观摩 甚至其他的地方的 别的单位 也都来学习参观观摩 而且他还获了很多奖励 就是消防上的奖励 因为他是先进单位 原来和静词寺里边 都是泥地 泥巴地 一下雨啊 很多来的游客也好 他自己也好 不方便 干嘛呀 他就想办法铺砖 因为铺黄砖地下 那个砖很贵的 他就找领导去回报 找妙高法师去回报 妙高法师 他花钱太多了 我们就那香火钱 你花那么多钱 你就地上铺砖 就为了不采泥 就没同意 你这能难住他吗 难不住他 他怎么办呢 西湖路边不是 就是重新铺地吗 铺砖吗 他看人家那些地砖 就挺好的 原来是大理石砖 发动松人去 把外边那砖 都运进来 自己把路铺好了 基本上没花钱 你看 没花钱就把砖 铺好了 第三里是房顶的 静磁寺大型宝殿 房顶都是流利瓦 老流利瓦 它总又掉下来坏的 时间长了 年久失修 都会漏水 那怎么解决 因为早年的 你现在补不好补 补完了以后 花的也不好看 而且原来就是牛毛毡 加黄泥一巴 加上流流瓦 扣上 这是传统的办法 他学完之后 他不一样 他用最先进的 防水材料 然后打上去 为了巧妙的 适应流利瓦 他把流利瓦 之间的间距 稍稍扩大了 还增加了美观 他把这些 学到的新科技 引用到 他那个技术上 维迪在这些工程上的政绩 是他在杭州的佛教界 名声日龙 庙高和尚是 静磁寺的监院 相当于形成一把手 2005年 维迪成为了静磁寺的四五四 这是仅次于监院的实权人物 成为了静磁寺的二把手 这一年 维迪甚至还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 拿到了浙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 但是他与庙高之间 因为寺庙的工程问题 就发生冲突了 到底发生什么 怎么了 维迪跟庙高的冲突 还是在于 维迪想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 庙高呢 还是一个老派的人物 你比如说 水池子 因为它是在西湖边上 而且是市政供水的 他们用的是市政供水 市政供水的末端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 找火了消防 用水 水压上不来 再就是 我生活用水一旦断了 怎么办 维迪不是学这些土木工程了 他要在现实中使用 他就说 在那边要挖一个 五百吨的一个水池子 就弄一个大水池子 我们到时候将来备用 但是 苗高一听 这花这么多钱 还挖大型土木的挖这么大一个坑 那受不了啊 得花钱啊 苗高就不干 苗高是实际上是一把手 人家说了算呀 不行就没办法 但是他又招 他怎么办呢 他就鼓动着那些善男戏女啊 出钱 出主意 出材料 出了 凑了钱 就在那个 他那个 静思寺那边 那个山上 就挖了那么一个蓄水池 不但挖了蓄水池 人家还有办法 蓄水池上加了盖 弄完了之后啊 在上面盖了个亭子 盖上公园 成了公园 而且很美观 苗高师傅啊 后来调走了 调走了 从哪里 从千岛湖那边啊 一个叫密山寺 来了一个盐光法师 来做主持 来做负责人 盐光法师呢 相对心派一点 好了 盐光法师一来 他就跟盐光做工作 方峰就说 你看咱们在西湖边下 咱们传统的 就是一些烧木柴 对不对 做饭干什么 都是烧木柴做饭 说这样不行啊 我们得改造 改成什么 叫没改电 就我们得用电 用气啊 是 你现在不然的话 你就西湖边上 我们老巢木柴 污染环境 也容易 对防火也不好 干什么也不好 我们得改啊 改造 那盐光法师 一听是个道理啊 你看我们现在 也能接受这个 那得改造 改造完了 正绩谁的 维迪的 维迪不但是个 工程建筑方面的高手 而且在征地拆迁方面 更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 在中国举办 静瓷寺被选做了主会场之一 此时 维迪向盐光法师提出 想将早年 政府和部队 战了的静瓷寺的寺产 给要回来 吃宅念佛 苦行云游 他能救赎内心的罪孽吗 你在戒坛上 嚎啕大哭 掌权静瓷寺 附建香机寺 荣耀背后 他又盘算着神 他想要的 可是佛家的顶级圣物了 我们来供奉这个佛舍离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曾经涅债 终需要还 本期青年探秘者 为您探秘 亡命天涯的 维迪法师 这事丁老师 我觉得不管是谁啊 听到这事 觉得就没那么容易办 那么 维迪办成了吗 实际上静瓷寺门口啊 还有好多单位 有不对的 还有地方的 这政府的 那这 这这么快地拆迁 你在 这不是别的地方 这在西湖边啊 就像在北京 你长安街上 你去跟着拆迁 你拆拆试试 就相当于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场边 就是天文广场边 拆迁 你拆拆试试 谁给你拆啊 这有棵树也不让你搬 那西湖边还更是 但是他有办法 他怎么办啊 他玩心理战 他就去找人家 市领导 先找市领导 市领导说 你看 这个 佛家的 佛家的产业 你看 我们 你们在给这个 国家干活 你们为了是 你们的社会位置 为国家 但是我们佛家这一块 你看 有一些 这个 也就是说 国家的工作人员 但是为了 给我们寺庙 做了好多好事 他当时留下了名字 后代 到现在都很火 比如说 吴越王前红书 前红书的后代是谁啊 前学孙啊 吴越那个时代 人家弄了雷锋塔 大家都知道吧 宝书塔 人家当时信佛 重佛 人家留下这么多景点 老前家 那么多科学家 为什么呢 人家信佛啊 是 因 这个词叫因及子孙 所以 你政府 你不好跟人争吧 你听到这个 有人就心里动心子了 对啊 对政府 你不好不支持 而且人家是佛事 你 而且这个是宗教问题 你得支持吧 而且杭州是东南佛国呀 是 对不对 你不得支持啊 政府支持了吧 先正在政府支持 然后 争得 占地单位的支持 嗯 除了这一番话之外 你是 这 哪有跟佛家争地盘啊 你跟佛家争地盘有什么好处吗 他不说跟你说坏处 你跟佛家争地盘有什么好处吗 人呢 最怕几条 人不怕自己出问题 就怕下一代出问题 嗯 所以你这个东西 与佛家争地盘 你那一次 对子孙影响 子孙后代不好啊 你行算了吧 我还别跟你争了 对不对 所以他应了很多心理战 去把当地的一些机构啊 部队啊 那些 全给听出去了 说动了 说动了 你想 像咱们这嘴 你能把人家说动了 让人家乖乖拆迁 那这个 这个太难了 根本不用强拆 人家自己 全都拆完了 这个本事很大吧 随着韦迪的声剧 越来越高 他已经不是当年 唯命侍从的小和尚 他不但要大心吐沫 还要把本该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想方设法的 要过来 那么 他想要什么呢 他想要的 可是佛家的顶级圣物了 释迦摩尼的 罗济法舍利 这个佛家的顶级圣物 丁老师 原本这个释迦摩尼的 叫罗济法舍利 原本孙方在哪呢 最开始是1924年 他不是雷锋塔岛教 卢迅还写过一个雷锋塔的岛教 岛教之后 发掘出来 肯定不是白蛇 但是雷锋塔岛教之后 发掘是什么 就释迦摩尼的发舍利 也就是头发的舍利 这个是佛教的圣物 佛教的圣物之后 就国家收藏了 收藏了 收藏在哪里了 浙江省博物馆 后来 我们这个雷锋塔 福建以后 重新在座以后 也没有把这个发舍利 再搁到雷锋塔里边去 就搁在了浙江省博物馆 违迪啊 这个时候就盯上了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个佛教的圣物啊 它怎么办呢 它说 我们建一塔 给这个雷锋塔对应 这样的话 一南一北 就是一塔一寺 这个对应 我们来供奉 这个佛舍利 2007年11月 在危急的触动下 然后进磁寺 建了一个佛舍利店 增加了它的影响力 加上它的南平晚中 再加上它的门口的 映日荷花别样红 再加上舍利店 佛舍利 进磁寺的位置 它会越来越高的 嗯 维迪在杭州敬慈寺 大展拳脚的同时 命运竟然又给了它一个 流芳千古的机会 2008年底 当地政府准备 复建湘基寺 经过慎重考虑 任务就落在了 董工程建设的 维迪头上 湘基寺 始建于北宋 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原名兴福寺 宋真宗赐名湘基寺 湘基寺在运河 及杭州佛教节 拥有很高的地位 是通过运河 进入杭州的第一座 和离开杭州的 最后一座寺庙 晚清 民国时期 南来北往的湘客 坐船从运河上岸 总是先到湘基寺上主乡 留宿一晚 因此湘基寺也被称为 运河第一乡 元朝末年 湘基寺被一场大火毁掉 当地政府的要求 是建造一个全新的 不能雷同 不能改变佛家性质的湘基寺 维迪对湘基寺的风格 创新设想是 结合唐宋和江南风格设计 而材料方面 大量采用最新科技的 工程墓材料 既美观 又省钱 寿命更长 这也将是世界上第一次 将工程墓 用于寺庙建设 维迪的设想 很快折服了有关领导 于是由维迪主持设计施工 杭州运河集团出资4亿元的 湘基寺附建工程 很快启动 2010年2月7日 新湘基寺正式落成开放 维迪被任命为主持 2011年的1月 维迪兼任静慈寺监院 当上了湘基寺和静慈寺 两个寺庙的一把手 虽然已经成为了 杭州两大名寺的一把手 但是维迪并不满足 他开始盘算着另一件事 怎么将湘基寺 从运河集团那边要过来 不过 复建湘基寺运河集团 可是出了四个亿啊 这个事情的难度 可想而知 那么丁老师 维迪是怎么办到的 他成功了吗 湘基寺建成之后不久啊 维迪突然拿着一个 1994年1月 国家有关部门 颁布的条例条例 来找当地的政府 这是关于宗教财产的 使用问题和归属问题的 这么一个规定 当时的规定是 也就是政府机关 政府部门 你不能拥有宗教财产 不能应有 不能占有 也不能让你来经营宗教财产 所以你政府出面 让运河集团出资 操作建成的这个相机寺 跟你政府没关系 那你 不但你政府没关系 你运河集团也没关系 你别看你出了钱了 你帮我 你只能是做好事 做佛事 做善事 你不能经营 你不能拿着我们这个 做买卖 就所有我们收的门票 你国家不能要 你得给我们松中用 那么最后这么一算完了以后 人家运河集团不干 我们花了四个亿 把这个接近四个亿 把相机寺建起来 是你建的 你现在说是什么事 给我们没关了 我们花四个亿的建的东西 那不合适 我们政府可以不要 但是我们得称呼成本 那人家 维吉就跟你谈了 你这个成本里边含着 土地费 土地出让金 这个费 那个费 你什么配套设施 你这算下来 算五亿 但是实际上按照 维吉这个算法 扣掉的这些 把这些零零缩缩 都该扣掉的 最后生下什么了 还有多少了 二十二十七五亿 也就是那一个多亿 得跑掉 也就是相机寺 实际只有二十七五亿 这种时候 那我也认了 那意思就是 那你归你宗教部门 就归你寺庙呗 那行啊 维吉说那这样 我也没钱 我每年给你一千万 我慢慢还呗 二十七五 一千万哪出 一千万 我就从寺庙出一千万给你 他从门票里出啊 因为门票很贵啊 当年的门票 就能拿到一千万 维吉每天坐着奥迪A6 来回奔波于两次之间 努力地实现着他的愿望 而此时的维吉 不知道的是 留给他的时间 都多了 2011年 清网行动开始之后 维吉被警方逮捕 他终于要为他 曾经种下的因 承担 应该承担的果 那么 丁老师 这么多年的时间 从94年 一直到 现在我们说到2011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维吉难道就没有想过说 我要去投案自首吗 维吉法师到了杭州之后啊 他其实一直在做 自我的罪孽的消解工作 比如说 他每年都要先学 有的时候 他当了主持之后 他又带着 所有的僧众 所有的僧众去先学 他热衷于参加 各种各样的身份培训班 甚至美食 健身 因为他身体 那个心脏意志不好 他老心里不舒服 甚至包括射影 等等这些培训班 他有一百多个证书 就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的证书 他愿意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那么他学习这些的目的 一是为了充实自己 让自己忙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 消解自己的罪孽 他觉得能为社会做点事 甚至包括他经常代表 参加代表团 甚至作为负责人 去到世界的各地 什么尤其是东南亚 什么泰国缅甸 马来西亚 什么这些地方 他带团都出去过 他不是没有机会 滞留在外边 但他没有 他实际上还是要在因果循环 如影随形的这个过程中 去修行自己 消解自己的罪恶 2012年6月13日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徐新莲死刑 换期两年之刑 毕竟现实生活不是小说 不能够像虚构的故事里那样 放下土刀就能够立地成佛 曾经种下的因 承担应该承担的果 最终徐新莲 还是没有套脱 世间法律的惩罚和制裁 感谢观看